都会把它放在我们论坛里面 上以来的第六次上课 所以我们基本上今天第七次上课 第七次后面等于是说还有 包含今天有四次上课 我规划大概就是后面的课程 也许今天讲完字典跟资料库 OK 字典 dictionary跟资料库 然后后面的话就会再来讲 有关那个爬取网路资料的部分 网路上的资料包含也许像一般的固定格式 网路上它提供给你CSV 或者像Jetson 或者像XML 这种常用的格式 比如人家厂商提供给你一个资料 放在那边网路上它给你一个网址 那你要自己去把它抓回来 OK 那你要怎么去抓取 或者是说政府机关现在开放资料非常多 中央政府知道两万多种 包含就是像什么最近各位关心那些 其实网路上都可以抓得到 只是它给你的资料 大部分都是原始RAWDATA 那你要怎么样把这个RAWDATA变成资料库 OK 如果你要做后续的统计分析的话 那通常第一步还是需要先塞到资料库里面去 所以今天的重点资料库非常 就是你如果外部资料呢 怎么样把它先丢到资料库 你丢到资料库之后才有办法做后续的处理 处理起来才会比较简单 OK 所以今天的课程其实相当重要 那当然资料库一堂课要讲完 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啦 不过我会跟各位讲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们课程就是尽量告诉你 你目前最需要知道的部分 但是其他延伸性东西 我会跟你讲一个方向 请你自己去阅读吧 OK 不然的话说真的 一堂课怎么可能讲得完 对不对 十堂课都讲不完 所以我讲重点 OK 所以关键在这里 那今天的话呢 我大概把那个上礼拜的重点回顾一下 也许上礼拜大概举一些例子 里面大部分就是用所谓的那个串列 然后配合回圈做一些计算 里面的话还用到那个像max加index这两个函数 而且还蛮好用 有点像那个eSale里面的match加index match加index OK 这两个函数 其实主要是取代那个像eSale里面的v2函数 如果v2函数其实问题还蛮多 但是每天大家都要用一定用v2函数 可是它就是有问题 所以好像现在新的版本 它出了一个新的函数叫xlook 它不叫vlook 它叫xlook 可是问题还是存在啊 OK 因为很多地方 毕竟你要查的东西可能还是 就是复杂度太高了 那你是有提供给你的函数 还是很多地方是无法解决的 太多了 遇到太多 很多时候可能工作上遇到的 你会发现最后还是要写程式啦 因为你不写程式哦 缓不气急它提供给你的只是它目前看到的问题 它可以帮你解决 但是问题是你的问题也许远远比它提供给你的函数 复杂太多了 那怎么办 直接写吧 而且这种趋势一直都会存在 尤其是现在那个大数据这个处理的需求 有没有 哇 资料量这么大 复杂度这么高 而且要非常的有效率把一个问题解决 我想当然不是说你用哪一个e-sale就可以轻易的解决 e-sale也许很好用 但是如果你不懂得写一点程式 恐怕就是一个问题 那上个礼拜我们还举个例子 就是怎么样去把像全省邮局例子25个档案 你要快速的把它合并在一起 OK 那有合并的话当然就有分割了 OK 不过分割的话难度又相当的高 那我在云端上有提供给各位参考 这个参考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看一下 合并分割 在我们的哪里 其实这边有用e-sale 如果你们想要跟你sale比较的话 可以有没有 就是你可以先把什么呢 25个合并之后成为o之后 再把它分割回25个档案 也就是说分割完之后 然后再合并 合并再分割 反正就一个cycle 那一般的工作需求大部分就是资料的分分合 因为我遇到最多同学遇到问题 说e-sale里面的工作表分割成工作簿 然后再把工作簿分割回工作表 合并回工作表 然后最好是可以email给需要收到的 或者是用什么其他工具 像也许用skype或者用line或者用fb 自动就给他自动讯息就po出去了 对啊 如果回来东西又自动帮帮忙产生他需要的东西 爆表图表 视觉化的东西自动产生 那这部分的话呢 当然就是我们使用这些工具的目的啦 因为就不用再图法链上重做一遍 那这些工具啊 其实如果你懂得串的话 是可以全部做到一键完成的这个境界 比如上个礼拜我们最后是讲到这个啦 有没有 那里面其实最大的关键 各位可以发现就是用那个os.work这个 ok os.work就是什么 告诉你那个资料夹里面有几个档案的档名跟副档名 有没有 ok那里面当然除了档名跟副档名之外 他还可以告诉你资料夹 所以其实可以做到非常复杂 那os里面还可以做很多 包含什么 他可以删除档案 有没有 remove 也可以判断那个某个档案是否存在 有没有 所以我们这边有个判断 如果他不是all.tst的话 就帮我remove掉 这个就是什么 如果我们模拟上 把上个礼拜东西就是 当我把那个all.tst合并完 那就把剩下的25个档全部删掉 程式就写这样子 就是写四行程式 用work怎么样去帮我找 找什么呢 找那个f这个名称 那这个名称的话 它其实包含就是档名跟副档名 然后判断说如果它不等于all.tst的话 那就帮我把它删掉 ok 那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除了all.tst以外的档案 通通通删掉 ok 所以第一个section 第二段的话就什么 剩下all.tst之后呢 再帮我把它分割回25个档 意思就是说 我希望再把它变回来 all.tst再变回 就是从三重一直到凤山 all.tst 再把它变回来 这个就是上个礼拜的延续 那后面当然这个范例 也还可以再延续做什么 就是把这些资料 其实理论上如果要做后续的查询 或者统计 或者报表等等 通常还是要把它放到资料库里面去 所以也许 这个all.tst 最后还是可以把它丢到资料库 这个也是我们后面会讲到 那如何把资料快速的丢到资料库 这个后面会讲 而且其实还蛮简单的 我会提供给各位范本 反正你就照范本 然后好像有点像填空题吧 填空题改一改就ok了 应该也没什么几个步骤吧 反正呢 我是觉得城市 最重要还就是简单 不要出错 把它乱完就好了 不然的话要叫你从头写 对一般来说 真的是太复杂 太麻烦了 而且太容易出错 所以建议 如果你不是那种 每天要写城市的人 也许你先把 我这个云端上面的范本 先把它整理整理吧 有需要的时候怎么样 把它拿来copy 贴上修改 不过重点是修改 也许你可以把focus先放在如何修改人家提供给你的范本 当然除了我的城市之外 你可以善用google google其实也会有很多人家写好的 不过他每个人写法的风格都不一样 所以也许我是建议你可以看懂别人在写什么 然后改成你自己习惯的那种写法 拿来使用 所以也许上个礼拜东西稍微再做一些变通吧 这个讲完之后的话 后面我还有放Excel 怎么去就是做一样的事情 比如说你在Excel里面怎么样贿赂档案 那另外的话呢 最关键的地方VBA 怎么知道说 某个资料夹里面到底有几个 这个档名你要的档案 数量 就是档名副档名 关键就是叫做什么 DIR这个函数 OK 所以在Python里面叫OS.work 然后在VBA叫DIR OK DIR其实跟那个什么 我们之前打那个DOS的指定是一样的 OK 只是说怎么操作啦 细节部分就在这里 OK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让让看 这个方法 它配合什么 配合回圈 都坏回圈 反正呢 它这个意思是说 帮你一直找 找到没有为止 OK 所以这程式如果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再玩玩看 那我也把它放在这边 然后其他的话 还有就是网路上抓资料 不过这个我想 我们下一个单元 就会讲这些东西 当然VBA里面简易的爬虫 其实我觉得做的 其实也挺蛮简单的 而且再来好处就是视觉化 那再来后面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看有关 所谓的字典 Dictionary的处理 另外的话呢 还有有关资料库 资料库的话 我是把它放在这里 SQLite这里 OK 那因为呢 在Python里面 已经有内建的一个 SQLite3的一个模组 它提供让我们可以很简易的 新增资料库 然后键资料表 然后呢 再键栏位 那你就可以把资料放进去了 非常简单 可是差别跟那个像Excel或SS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看不到 所有东西呢 都是必须透过那个什么的 程式语法来完成 不过各位不用担心 反正基本上 会有一些参考的范本 然后我会给你一个范本 你就照着修改吧 OK 反正改个名称 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请各位想想看 刚刚的那个问题 上一半好像有 合并嘛 那把那个合并部分的话 在那个复习 想想看 合并完 把其他档案删掉 OK 然后呢 再把它分割回去 画面先还给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